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這一支影片算是我個人的一個檢討報告 為什麼說是檢討報告呢 我大概兩周會發一部有關我自己對於大盤的技術分析的說明 那那個時候我都是考量現在全世界在冠冠病毒的影響之下 有的城市封城經濟活動也停止許多 所以整個大盤的局勢那時候我的判斷都是過沒多久就會開始走空 所以在過去一個月的時間我的佈局都是在一個先入為主 過沒多久大盤就會走空的這個思維之下去做我的空頭的佈局 那在4月30的時候大盤碰到了我之前設定的上壓力線 11000點以後往下整理 然後碰到這邊也碰到了11000點整理 這邊也碰到了再整理 這邊也碰到了 所以在4月底到5月的這段時間 大盤總共碰到了4次11000點 然後往下整理 所以這時候我有再開始做一些空頭的佈局 之前影片有提到說 我在這個時間點和這個時間點有進場 臺灣50反1做佈局 那我沒有在這個時間點處理掉 我就是持續把它一直放著 但是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我有賣掉一些臺灣50反1 然後進一些 50反1跟倒窮反的全鎮 為什麼要進全鎮 那時候我有一個比較貪婪的想法 那這個也違反了我操作的原則 就是我想開槓桿 所以到這邊 我有轉一些全鎮 到這邊我有轉一些大盤空的全鎮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那在什麼時間點開始覺得自己的方向預設錯誤呢 就在上週的6月2號跟6月3號這一天 6月2號碰到了120均價線以後 6月3號突破了120均價線 我們來看倒窮指數 倒窮指數也很 碰巧的在這一天 因為這個是網頁版 它沒有顯示120均價線 如果你們用手機看的話 120均價線也是剛好走在 6月2號和6月3號之間 所以 台股一樣 倒窮一樣 在6月3號的時候正式突破了120均價線 而倒窮它來到26200點 台股它突破了120均價線以後 也就代表它突破了我之前設定的 上壓力線的 11200點來到11320點 那我之前的假設就有提到說 如果這一次的大盤突破了 11000點到11200點的這個壓力區間的話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假設未來會繼續走多頭 所以這一天6月3號 它來到11320點以後 我就決定開始把之前那些空投布局的股票 在這兩天當中開始卸貨 那關於4月5月這一段的操作 我有整理幾個 我覺得需要檢討反省的點 第一個就是 過度的自信 對於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經濟活動停止 我的先入為主的思維就是 經濟的情況比實際 股價反應的還嚴重 所以未來大盤一定會走空 假設大盤一定會走空的情況下 我在5月就開始做了布局 所以這個先入為主的思維影響到我的判斷 那我對於未來一定會空 的這個想法有了過度的自信 第二個我覺得需要反省的點是 沒有遵守之前設定的原則就是 等到突破了下壓力線 看起來空投 正式開始以後 在進場布局 而那時候我的做法是 股價碰到了上壓力線以後 我就假設他不會突破 這個是空投的最高點 我就提早布局了 那按照我以往做空投的方式 我是會等到股價突破了下壓力線以後 才開始布局 那因為第一個反省的點 過度的自信 讓我在股價碰到了上壓力線以後 我先入為主的思維就是股價之後一定會跌 所以我就提早布局了 一些股票進來 我沒有等到股價突破了下壓力線以後 我再布局 所以我布局的時間提早了 這一點違反我之前設定的原則 第三個要檢討反省的點是 我開了槓桿 以往我在投入股票布局的時候 我都會去想說 這一次我可以忍受的最大損失是多少 但是因為這一次4月5月 我一開始的思維就是未來市場一定會走空投 我沒有去思考說提早布局會帶給我多大的損失 因為這兩個月我一直覺得現在的股市是一個送分題 未來一定會跌 所以我在這幾次布局的時候 就把反一的股票 換成台股反跟道瓊反的權陣 也沒有做一個損失成本的計算 因為以上三個需要檢討的點 導致這一次我投資的損失超過我的預期 你們看到這次我這幾天卸貨的股票 全部都是權陣 4月5月這段操作我已經聽損了結 總共損失的金額大概快10萬塊左右 班傑銘投資股票到現在大概五六年的時間 這一次損失的10萬塊 比起以往損失的金額算是比較多的 那這兩個月也算是跌了一個大大的一跤 在我未來還有十年二十幾年的 投資的路要走 不能在這邊跌了一跤以後 從此一蹶不振沒有辦法站起來 我必須要從這一次投資失敗的例子裡面 擴取一些經驗去改善去改進 這也是我每年在投資股票犯錯的時候 我都會記錄下來 我當時犯了什麼錯誤 未來千萬注意不要再犯 那在這邊會把我這一次失敗的經驗跟失敗的金額 拿出來給各位投資朋友看 就是希望各位投資朋友以我這段時間 失敗的例子可以當作一個教訓 投資股票不是一時的 而是長久久遠的 我做影片的初衷 可以把看我影片的觀眾 當作是我的朋友一樣 希望你們看了我的影片以後 可以學到一些成功的經驗 或是學到一些失敗的經驗 可以影響到一些投資朋友 不要做跟我一樣這段時間失敗的操作 接下來我一樣要對大盤未來兩週做一個預測 現在大盤很明顯突破了11200點的壓力線以後 它會往上走 回頭的機率很小 美股也是一樣 它突破了 這邊25400點以後 也突破了120均價線以後 它會繼續的往上走 更誇張的是昨天晚上 6月5號 它一次大漲了 829點3.15% 所以美股一樣 台股一樣 這一次往回走的機率會很小 所以這一次美國無限QE的影響範圍 遠遠大於我的想像 那美股這一次往上走的同時 它的量還是沒有放大走出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無量上漲 那無量上漲發生的原因可能是什麼呢 可能是賣的人他洗手他不想賣 那買的人他有資金 他看到有股票在他設定的價格裡面 他就購買 所以這樣看起來 實際的經濟狀況沒有跟上 股票的上漲的情況的話 未來股價繼續走多頭 那很有可能就會成為我們所謂的 泡沫效應 泡沫經濟 那建議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未來想要做多頭的話 現在的股價真的太熱了 它的KD值的K值來到92.45 所以可以先等它往下的時候 KD值小於80的時候 再看它的著力點是落在哪邊 衡量自己的投資損失成本可以有多少 可能是5000啊 1萬啊 2萬啊 那等KD值降低以後 再慢慢的去進場佈局多頭 那我們現在也不能鬆懈說 未來的空頭一定不會發生 如果這也是大盤在往下做價格整理的時候 它突破了20均價線 也突破了這邊的 1萬700點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小心 可能空頭又要開始 所以看未來大盤的著力點是在哪一個點 在哪一個區間盤整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分享投資經驗的朋友 請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和分享給你周遭有在投資的朋友 您的訂閱及按讚 是我持續創作分享的動力 謝謝各位